中国东北部吉林省护村市 晨曼的一只人生猴子 人们在街道上滴下来 黄黑条纹长长尾巴 一只东北大老虎 竟然被拍到在马路旁溜达 中国东北吉林省近日传出 有老虎下山广大街 更发现有家犬疑似被咬死 我的可怜的小狗被老虎咬死了 你看看就剩个狗头 狗样的刷牙 狗头没拽到 一觉醒来家里养的狗竟然伸手异触 民众表示前一晚八九点 还听得到狗叫声 没想到隔天起床却只剩下狗头 那一边临近的黑龙江 同样传出老虎出谋踪迹 薛地利深深大脚印 比成人一个手掌还要宽 脚印旁倒握着牛的尸体 后腿不翼而飞 在哈尔滨市区更有民众直击 老虎闯进马路中间 路上行车还差点撞上 消息骇人听闻 官方调查下 发现光是在吉林省虎林市 就有至少两只野生东北虎 现身市区 甚至还有黑熊进村 打破车窗找食物 官方立刻下令禁止民众上山 专家指出东北虎等动物有固定活动范围 一般不会进到人类出谋的聚落 但因为近期大雪导致粮食减缺 才会下山觅食 官方也建议民众备好粮食 短时间内非必要不要出门 避免成为老虎大餐 三天新闻 林亚哈报导